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得正好 这位是礼部侍郎 李大人 李大人 好 好 果然是顾盼神妃 意表人才呀 难怪做出那么好的献天授令啊 李大人 日后如果犬子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还得倚仗李大人您呢 客气啦 是妖国吗 为妖国效力的都是牛鬼蛇神 我一个凡人去做什么 李大人 你看这孩子啊 前两天去了趟仙山 从仙山回来之后 就喜欢说一些怪力乱神的这种玩笑话 李大人不要见笑啊 鬼公子真是浑仙有趣啊 一会儿兰庭春宴上更要一鸣惊人喽 抱歉 我今日师兄全无便不去了 不做师还可以抚琴嘛 李大人 这位是原骊国皇后的嫡妹 秋华夫人 哦 听闻 秋华夫人和玄珠公主 貌若天人哪 今日老夫德性相识 朕乃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那个玄珠公主怎么没来啊 小女玄珠正在准备春宴织舞呢 哦 所以紫辰哪 你要是不抚琴 让玄珠一个人跳舞 那她可是要出关弄丑了 你也忍心哪 那如果她们都想不着呢 我住在这边 那我住在这边 我住在这边 那我过去吧 那我住在这边 要不住妙子 有很多人 只静下 我住在这边 就是这边 我住在那边 这边 你好 我住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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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在那边 这边 小心 我住在那边 我就留在那边 来 李大人 请 左相大人 请 来 青春姐姐 我听说那左相 今日会在紫竹林设宴 左相大人 这等盛宴 若能品到人菜 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李大人 你的提议甚好 王管事 老爷 吩咐下去 诺 来 李大人 好 李大人 请 好 好 好啊 好 鱼烟绕梁啊 哪儿还有梁 老夫 真是大开眼界了 您过奖了 那我们敬妖神 敬玄珠公主 还有租 李大人 李大人 我这个儿子啊 是越来越散漫了 你看 刚弹完琴就走了 嘿嘿嘿嘿 高兴点 自己留不住男人 迪不怨天尤人的样子 母亲教训的是 对了 玄珠公主 你可不要生气啊 以后这臭小子 再有这种毛病 你跟我讲 我一定给你做主 大人莫要怪紫辰 其实我跟紫辰已经约好了 他有要事 能为玄珠府琴 已经是忙里抽闲了 你这儿媳啊 总是得体得很哪 哪里呀 是紫辰优秀 我这个女儿啊 都被我惯坏了 一身的公主脾气 唯独就是对紫辰 乖巧伶俐 圆容大方得很 秋华夫人 还不是你这个做娘的 教女友方啊 田园大帝 国力昌见 今日 姚兵戍边 一戎一级 已全部铲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左相啊 你干什么去 紫辰怎么办 相国大人都不在了 还要做紫辰干什么 快走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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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第一个 灵灯不灭 灵力将会受到 生生世世的苦楚 盘古老贼 欠了大力的 你就这样赎罪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事 起来吧 药都煎好了 梅山 我想通了 我想通了 来 来来来 他想要去报仇 就让他去 毕竟最后成事 不在人 更不在天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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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干嘛去啊 药还没喝呢 救援 你那两粒封入了 调心还起码半个月啊 那你跟我来啊 那你跟我来啊 那不送了 这不糟蹭东西呢 都下去吧 哦 少爷 大家都退下吧 哦 就是志烹 乔 为父也会一页一页地念给你听 ilation ordnung 阶 manic 所以之后 有一 items 我这个父亲做的 真是不怎么样啊 我知道 这三子对你意义非凡 所以我差人把他赎回来了 我这个父亲做的 把妖神像给我拆了 少爷不喜欢 像你这样有报复的才子 竟该为国效力 说 哪个国 若能品到人才 你的体意甚好 可皇帝陛下他亲自找上门了 他亲自找上门来求我 我就得答应吗 大娜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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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能在中元节李军侯的家宴上押到其他贵妇 但是我们没有银子了 那怕什么 先舍着呗 紫辰他今日复心 等他发小之后再过来缓呗 店家 来了 这个料子我也要 好嘞 连紫辰都知道沈时多事 去当太子的詹事 说明他比以前名士理了 倒是一点账金都没有 您二位还买不买啊 买 买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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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账还记在左家 那当然了 那好 那好 老板 能不能再便宜点 我可是要当太子妃的人 姑娘 您可别难为我了 我这小店啊 今天来了十来位太子妃了 实在不能便宜了 这花创选妃生是一起 高都街头的每一只母耗子 都想当太子妃了 是啊 二皇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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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皇子来了这 店家 这是 夫人 今日二皇子入京 您就行礼吧 一圈子 是一个事 我叫什么 的 属ni 你 要是耽误了宫妻 我告诉你们 太子殿下 会把你们一个个 送去祭妖审 听到了没有 瞎货 川姐 你怎么才来啊 我路上耽搁了 快去吧 川姐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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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川大叔 川大叔 你可来了 今天店里实在是太忙了 后面还是 行 让他们都吃饭吧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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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了 过来了 吃饭了 吃饭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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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快点快点 慢点啊 吃完了干活 别急 豆腐 豆腐 来来来 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干嘛呢 小川 我随便逛逛啊 别乱跑 还没盖好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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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吗 来 来 我去看看 你便宜了 来 我去看 你自己熟了 来 来 来 去看 你快点 你自己也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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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比你漂亮 可惜了 殿下 饶命啊 来人 不要啊殿下 想办法弄点漂亮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殿下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臣 东宫詹氏左子晨 拜见太子殿下 原理 听说你今日一当值 就把积攒了几个月的表间 文事全都赚你完了 承蒙殿下清也 微臣自然不敢懈怠 不愧天下第一才子 本王以为你新蒙大丧 本不会应召做我的蜀官呢 报国为政是先父的一致 臣自当万死不辞 不愧天下 正预言 我再得兴起来 但你这兴起来 都不愧天下 这兴起来 第兴起来 乘以至于 是个怎样的仙人 付久云看似有手好闲 成日挑逗女弟子 但其实她的功力在所有人之上 山中的大小事物都要倚仗于她 依我看来 她倒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左卿对她评价颇高啊 我还以为那庸俗的仙人 都入不了你的眼呢 不过 不过她也有令人讨厌的地方 她总是对身边的人阴晴不定 说话间叙叙叙叙叙叙叙 叫人不敢深交 这么说 你也曾与她交好过 这些话 我都是听其他弟子说的 此人常年折服在山后的府邸 与我真正的也只有一面之缘 这样 那你当时怎么逃下来的呢 有一位朋友 在白河龙王涂山之前 因我从后山逃出 此人名叫玄珠 是王黎诸侯之女 先父委托她 带我上山治疗眼睛 这位玄珠 我倒是知道一二 她的母亲秋华 可是出了名的红人 各种明云富贵的聚会上 她都会不请自来 听说她 秋华夫人 与先父是故交 你们骊国人 互相之间都是故交 你也认识了 今天不早了 你今日当职也累了 回去歇息吧 诺 左星 左星 明日我要去冬月一游 你也一起来吧 诺 把那个 那个什么猪 和她母亲 也一起叫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 臣 这就去办 你们下去吧 你们下去吧 我们下段了 你也 も必须来 这兴了 描写的 这兴了 你对了 夫人 通知玄珠医生 那 那我马上告诉她 紫辰啊 这些天玄珠有些不懂事 你别往心里去 不会的 她最近心里有气 不跟我说话 我很能理解 她这小儿女懂什么呀 这全天下都快成天元国的了 你这么红残朔学 不在天元国做个官 那岂不是耽误一辈子吗 夫人说得极是 紫辰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 必须出事 干一番宏图之志 离国已经成老皇帝了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夫人早些回房休息吧 紫辰 先行告退 他 秦 别幻子 啊 罢了 他 照顾 咱 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要在这楼里都不爽呢 川儿 川儿 怎么了 你来 我们要个天 不是 不是 老板娘 郭大婶 你们要有什么事你们就直说吧 川儿 你来我们这儿有一个月了吧 有些话我本不该说 但是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 如有冒犯你可别介意啊 我介意 川儿 俗话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女孩子吧还是早点嫁人的好 你看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不如在我这儿成个家如何 咱们店的小伙儿可都挺好的 老板娘 我看这样 首先给她放几天假 让她也去那花创大会试试 说不定 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一村姑 什么选妃大会够不着够不着 那你打算就这么一直单着 一星稳定是凄长下ner 其实爸 我有一星上人了 是豆豆哥 豆豆哥说了 等赚好了陳亲的钱 就来娶我 豆豆哥 豆豆哥 豆豆 scored 豆豆哥 豆豆哥 豆豆柄 豆豆豆哥 豆豆豆哥 难道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要是看上川 那除非眼睛被使狐了 我不是那意思 你别多想啊 那你说的是谁啊 公子齐啊 公子齐 怎么你认识啊 我 不认识 我怎么认识他呢 我就是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听说过这么个人 那不奇怪 公子齐 可是天下文明的画线 女子们要是和他握上一下手 便想着放下所有 跟他私奔 对呀 就是就是 谁要是有缘 让他画上一张像啊 那就直接被那个礼物 挑中入选了 我今天可算是看见了 就在那个门开 门闭的一小婚啊 我看见他画画的样子 哎呦 嘿嘿 哇 你今天搞价 原来是偷看公子齐了 害得我替你干了一天的活 我 我哪是偷偷看他呀 我国民正大看他的 你就是偷看了 我国民正大 哎呀 等等等等 那他在等啊 我看见他的 人物人的 你啊 这 你啊 人物人的 你啊 我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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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给别人帮奖过来 诺 你什么 你怎么还活着 臣父秋华 臣女玄珠 觐见太子殿下 来了 你就是那个玄珠 正是臣女 你师父死在香雪山上了 你怎么还活着 我师父虽已生死 但他的徒儿们都得以保全 我惦念他老人家一辈子 不思纳相娶老二 徒儿徒孙都被我们杀光了 他自己却躲了起来 你当时挺硬气 不具本王 这性子我喜欢 殿下 这是最近真选的女子画像 放着吧 本王都快看乏了 千篇一律 简直像是鉴赏画师的记忆 诺 左卿啊 本王说得可对啊 正是 这些画师都是姑名调狱之辈 整日在凡间造赐 殿下您选的是美人 可不是这些人 看看吧 替本王审审 这 这王妃是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画 画师是谁 天下 这画呀是公子齐画的 这公子齐早年在骊国出现过 是一个懂点单清阴绿 喜好美色的散仙 公子齐 倒是有所耳闻 建立的 卖宫 紫子齐 特别 厉害 武器 尤为 乌鸟 我 四 好吧 再来 殿下可曾认识他 公子齐 小树桐 小树桐 这里可是公子齐的住处 我想让他给我画张相 劳烦通报一声 你也是来找我家先生要画的呀 是啊 这些都是来问他要画的 你自己去看吧 好 出来了 出来了 今天的时间到了 大家都散了吧 明日再会客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老板娘 后处我都弄好了 我今天告一天假 为什么 我去一趟凤眠山 看美女 我看你是失心妄想 做起太子妃的春秋大梦了吧 我哪有 我真的是去看美女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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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这么努力的打扮 就是去求画对吧 哎呀 哎呀 你就让他去吧 他要不努力一下 还真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哎 行了行了 去吧 但是得 帮我要个公子齐的签名回来 行 我也要 好 哎呦 今天捣扯得好漂亮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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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齐先生 三儿 这画简直是太妙了 姑娘客气了 我方才以为 先生隔着这层屏风 难以作画 是我太笨了 像您这样的大师 无论隔着多少层屏风 都若无误 等我选上太子妃 我一定来找您重谢 三儿啊 送客 本公子要休息一下 过一会儿再叫人过来 姑娘请 进去好久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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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啊 漂亮啊 真好看啊 太美了 走 这里便是公子杰的住所 他们怎么在一块